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妈妈也不给 回去读书 回来读书 但姐姐就帮我求证 不是每个人都有唱片公司 看起来想签的嘛 让她试试 妈妈说给三年 但当时据我理解 其中一个评审就是王力宏 王力宏 他很支持你 他是全部评审给我最高分 他说我的声音很特别 他说很清楚记得的 他说如果你继续努力 我相信一天很多人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这一句我到今时今日都很记得的 所以我每一次见到他 我都很感激他 他记不记得他自己跟你说的这句话? 他记得 他今天见到你有这个成就 应该很令你高兴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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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经常都说 如果曹家今天有什么成就 任何的成就 其实都不是我一个人 是很多人给我的 是很多很多人给我的 你既然在马来西亚那么难得 有机会出了第一张碟 叫做Gary笑我笨 那出完那张碟 为什么会离开 为什么结束这个唱片合约 为什么会去到台湾呢? 我那张碟是跟华纳唱片公司的 马来西亚 那做了那张碟呢 我整个心碎了 其实 是很多东西 很多歌不可以用 然后衣服啊 他们用我穿什么就一定要穿 还有 不可以说什么 不可以说这个不可以说 那个不可以 真的很多 很多的limitations 就变成我出来面对媒体 看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就变成我要去背稿 就说这变成了很 很 很假 之后呢 那个宣传方式 又觉得 有没有试过 我不知道 可能有些艺术师试过 我那天试过呢 今天去签唱会 说我今天很兴奋 今天签唱会 做得很漂亮 来家里化妆 做得很漂亮 去到会场呢 没有舞台的 没有音响的 没有背景 什么都没有 就去问 今天不是六点有签唱会 什么在床上 哦 我们不知道 很丢价 因为那一次是第一次 带妈妈去我签唱会 嗯 就 那时候我很生气 这间场面公司 那之后就 整天叫我去唱 一些宿泊 很多东西 是 没有钱收的 但是我 我就觉得奇怪 新人 还有 我们唱歌呢 为什么要11点12点凌晨 才开始唱 我的粉丝 喜欢听我的歌 应该是18岁以下的 那又去唱这些 这样的唱 你后 真的上去唱了 那些有习惯 那些posts 是这样送给别人 你好 这样扔下 团队的嘛 嘩 试过一扔 多扔一扔 那些人闪门 看着那个posts 那边 是啊 你后无端端 飞了一个津 下来 无端端 飞不知什么 你扔那些posts 又飞回来 哇 那些真是令到人 觉得你不喜欢 都不用这样 侮辱一个人 就变成 做艺术师 不对 就这样做 就 做幕后 写歌 然后写一下写一下 就遇到陶慧言老师 台湾 对 就这样 是怎样遇到陶老师 一个朋友介绍的 陶老师去新加坡 说要找一些新的创作人 和找一些新的声音 那个朋友就听过我第一张碟 就给陶老师听 陶老师说这把声音不错 见一下就去见了 第一次见陶老师 是一个很大的KTV的房间 下午来的 一进去 我又不知道他是谁 因为我很少去看哪首歌 是谁写 就变成了 他说 听我懂得唱 我说OK 你唱 我就选了三首歌 第一首我唱 黑色幽默 周杰伦的 然后唱完之后 他就 唱得不错 周杰伦也唱得到 你也唱得到 不错 没有什么反应 觉得OK 唱第二首歌 我就选了 天械 他写的 但是我不知道 那时候 这些就是运气 完全不知道 我唱天械 然后他说 你唱这首歌 对 你不这样唱吗 我这样唱就可以了 Original Key 就唱 唱完之后他就有笑容 他说你是不是知道是我写的 我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他说好啊 你最喜欢哪首歌 你多选一首唱一首 你最喜欢 我当然选了Superwoman 我最喜欢的 就唱了多德塔 王菲的版本 又混合广东 又英语 又混合广东 又英语 听完之后 他就想一想 他说 有没有兴趣和我回台湾 学习 我想一分钟而已 我说有 因为我那个时候 在马来西亚 I got nothing to lose 我没有东西 我已经是没有东西了 那你去到台湾又怎么样 是不是立刻有工作 没有 我住在studio 我睡梳化 多睡一年多 没有钱的 陶老师是带你过去 给你一个机会 你发展 但是没有说给人工的 没有人工的 就吃饭 他请 我其实人生最低潮 就是在台湾 也都是令到我人生 最有希望的 也是台湾 所以这个地方 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转变很大 那低潮维持了多久 几年 那你不是完全没有入息的 那几年 所以我很感激我姐姐 她偷偷给钱我 那一段时间就是这样 慢慢有一个好有自信 我自己的命 自己看着 我想怎样怎样 在洛西兰变成一个 为什么你不想着 回到马来西亚 这么低潮的时候 不可以 你要赢了回去 一定要 如果我再回去 真的 妈妈养我吗 家人养我吗 我觉得 所以我说 为什么我会觉得 我是一个废人 是不是就是那段时间 你开始喝酒 喝得多 因为台湾酒便宜 真的很便宜 而且我觉得 喝完酒 不会肚饿 而且不会那么烦 不会想那么多 就经常都这样醉 就伤了自己很多次 然后有一次 妈妈常常都会打电话 好吗 我现在扮了 我说好 我今天见到张伟满 我今天在录音室 帮谁录音 和谁拍照 其实都是假的 但有一天就喝了 喝了酒 最后 妈妈打电话来 哇 说真话 妈妈打电话 第一句我说 妈妈你能不能再打电话来 我听到你的声音 我觉得我自己很没用 我听到你的声音 我觉得自己很大压力 你没有再打电话给我 那天说 哇 不停哭 那天晚上 吃安眠药 吃四粒 剩下四粒 就吃四粒 不停喝 整个人 哇 神经病 你想自杀 是的 我当时记得 应该是 我暈倒了 但我看到身边 全部都是那些 古装的 是的 看到古装人 围着我 还有我觉得我的床好像在飘 我感觉到我在船上浮一下浮一下 身边都是古装人 看着我笑 然后我就听到朋友喊我 就是那个朋友救了我 然后之后 由那天开始我真的醒了 走就开始cut down 睡得好些 之后就 之后就滚石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滚石肯签你呢 因为 他是滚石 说真的 我见过很多唱片公司 每个都说 你这么丑样怎么做 当面说 但是出了第一张碟 又觉得 原来我不是这么丑样的 原来也有人觉得我很可爱 是 就很多信心都是由 唱片公司愿意帮我出第一张碟 到了 有少少知名度 有人认同我的声 然后慢慢觉得 其实他都挺可爱 听到这些东西 其实令到我 很多歌迷想着 买我的碟 去我现场 就真的支持这个 其实他们支持到我的东西 是多到他们不知道的 他们是帮到我心灵上 他们不知道 我在他们身边得到了自信 得到了一个新的方式 去爱自己 得到了一个新的一条路 所以做歌手 对我来说 其实是很可笑的一件事 我得到最多 不是知名度 不是奖学 不是 fame and fortune 我得到的东西 是他们不知道的 就是 I found myself because of them 我是找回自己的 我找到一个生存的意义 2008年拿这个 台湾金曲奖的时候 你就说了一句 我不是同性恋的 是的 就是我看到朋友 跟他说 我百分之二百 你的男朋友是低 是的 就是我觉得 我怎样 你有了一个儿子 又没有立刻结婚 等到生了才结婚 为什么有这样安泰 他不肯达 你从台湾出的第一个碟 是不是就是格格铺 是的 里面就收录了 你改编的歌曲 Superwoman 最初 台湾出到 都不会太多人认识你的 就会在一个幕前 没有的 我就唱了几个月 我也想着 差不多了 就是有一个很小的一个group 喜欢 但是就 有一次就做了三个月 宣传好像只买过八千张 在台湾 然后之后就 因为我身边很多 同志朋友 就是自己人朋友 然后就有一个 有一个club 就说 整天到两三天 就播你的歌 Slow Dance 我那首歌 很流行的 他说 不如我去那里唱 他说为什么 我说没有 反正我粉丝这么少 如果他们真的喜欢我 我就唱一下 没什么 反而有一个效应 因为我是第一个artist 入 那个同志吧 唱歌 嗯 就做了一个news出来 哇 很多人开始看 就 开始听到我的声 然后我刚刚做完那一张 我就飞去内地做 30场的 校园 去了一个个多月 一回来 真的不同了 嗯 一回来 哇 基层这么多人来接机 然后发觉 那个点卖得很好 原来就是因为 其中一个part 就是因为我做了一个 很多人不敢做的东西 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去年2008年 拿这个台湾金曲奖的时候 最佳男歌手 华语男歌手 你就说了一句 我不是同性戀的 是啊 因为我 我很想 那时候还没有公开我 有妻子 嗯 但我很想给她名分 我不想躲起 那天我就说 我很想多谢我女朋友 台下其实很多人 哪个 甚至主持人都说 是哪个 是否艺人 是否男生 是否男生 我正常说 我不是基的 哦 但电视听不到 是 只是听到你那句 是啊 但是那里身边有很多人在问 是哪个 是否男生 台下也有这样叫 嗯 我不是基的 嗯 我不是基的 但是是否真的说了这句话 同志圈的人 就觉得你歧视他们 是啊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 但是我自己很清楚知道 我很清楚知道 因为我身边太多了 甚至我最好的朋友都是 我做了一个老婆 我希望 因为 其实私底下有很多事 就是我太太的朋友 嗯 会跟他说 喂 你和这个男生在一起 他正在利用你的 他掩饰的 他说他是基的 是 你跟我太太说 我怎样 就是我太太的朋友 跟他说 我百分之二百 你这个男朋友是基的 是 就是我觉得 好像 很委屈他 哇 这个 这个不委屈 你看到这个 真的要介绍一下 这个是 荔枝热情果 半脆馅饼 我这个就是 芒果水晶球 我给你看看 哇 你看看漂亮 多有趣 你看看 这个给你看 它是空的 里面 蛋黄 多有趣 嗯 嗯 嗯 原来我这个不是雪糕 你这个 不是雪糕 你吃了甜品 我就很想你说一下 你那些甜蜜的东西 太太 芒畜灵 台湾人 台湾人 金梅 是你的造型师 嗯 之前是 他跟你做造型师的时候 你红了没有 我还没红过 我还没红过 在学着 今天不用这么谦 是不是都是金曲奖得主 我 其实他 我刚认识他 那时候是 另六年 五月 我在拍MV 在庆甸 那天 吃午餐 那段时间 导演 女主角 一起吃午餐 就看到刚巧 又吃饭出来的 四个女孩 哇 真是 真是去beach 那些打扮 比基尼 短褲 背心 就四个女孩 走出来全部高高授手 那我和那个 導演和工作人員 哇 不停看 不停看 哎呦 不漂亮 我就是这样 然后他就上了车 又无端的 就一个叫我 臭脚 我转头 他说 可以跟你拍照 他就行了 他就行了 他一下来 他就说 有个朋友很喜欢你 但是很害羞的 就现在我太太 他想和你拍照 就拍了两个很害羞 就拍了一张照 那张照 我到现在都还有 因为之后 我们一在一起之后 他拿回给我看 我才说 哇 真的 认识了之后 原来是你 之前都不认得是他 其实我不认得他 我只记得高高授手 就是高高授手 就是高高授手 高你整个头 没有 穿高高授手 就高一点 之后 隔几个月 就有朋友 刚巧 他的朋友 认识我的朋友 那我的朋友 认识我 是你的朋友 认识你 他就说 你是否认识曹格 我有个朋友 很喜欢曹格的 介绍 就这样介绍 又聊天聊天 又认识了 然后他那时候 是做fashion magazine 那些东西 就 我就趁这个机会 就说 我新碟就来做 不如换个造型师 我recommend 哪个哪个 就找到他了 开始帮我做造型 由那里入手 那怎样开始 造型师 招直相对 没有 真的 我那些 就是 你要令到他 喜欢你先 就是追他的方式 你怎样令到他 他喜欢你 他 他喜欢看我认真的 他整天在他面前 很认真 有到一天 就 我应该觉得 是ok了 他帮我打 就是 打胎 那时候 很接近 我问他 你喜欢我吗 他还没回答 我就咀过去 真的可以 那你咀过去 你咀在哪里 咀 咀 我当时已经是知道 是ok 怎样咀法 是蜻蜓点水式 这位是心情一文 水上飘那些 蜻蜓点水 是 点一点就走了 那他的反应是怎样 我 你没有一巴掌 你不担心 你拿捏得很准确 知道一定可以 已经知道了 你和他生的小孩 是你计划中的事 还是意外 这样说吧 我20... 第一张碟 06年出第一张碟的时候 我做过很多访问 就问过这个人生目标是什么 我说我30岁之前 有一个家 有一个儿子 还有两只狗 所以你是想要的 我一直都是想要的 可能因为我的成长关系 就变成了我其实很想有一个 真的一个完整的家 你有了一个儿子 知道他有新纪 又没有立刻结婚 等到生了才结婚 为什么有这样安排 他不肯嫁 你真的有求过婚的 他有了我 我就很结婚 他说有你的儿子 不一定要嫁给你 他是这样的想法 他是很前迷 有你的儿子 生你的儿子 不一定要嫁给你的 哦 就这样就等了 等到最后 嫁了 终于你怎样令到他改变 肯嫁给你呢 我那时候是开演唱会 是吗 就是跟他说要结婚的了 要不然呢 儿子没有姓 不是跟我的姓不行的嘛 就是为了儿子可以跟我的姓才结的 完全不理我感受的 太太其实为了你好 希望害怕会影响到你的 唱片公司都会害怕的 那我的想法就是我不可以为了我的事业来欺负我老婆和儿子的名份 嗯 嗯 我永远都觉得家人是最重要的 你是否一个很浪漫的情人 我希望我是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们是第一次拍拖 我记得上阳明山 凌晨三点多开车上去 然后就爬 爬到最高 看日出 刚好五点多六点 看日出 还有我第一次正式的 看日出的时候 我就无端端 转身看着他 我说 我很冷 你能不能抱我 他就笑了 笑完之后 也是那种笑法 就是那时候开始了 你应该是你抱他的 你叫他抱他 那片段我有拍下 第一次拍拖 我偷拍他这样拍 整个视频都拍完了 为什么你不是问他 你抱不抱他 而是叫他抱回来 因为我是吵架 这些是我的幽默 我的浪漫 你说你是你太太的宠物 你喜欢做她的宠物 挺喜欢的 因为这个treat挺好的 有什么treat 他煮的很好吃 你不单止吃太太煮的东西 你还和你的儿子 欠喝太太的人奶是什么 不是 不要争 哪里有 轮住 不要争 因为我太太叫我试一下 我没试过 就觉得不行 感觉是怎么样 咸咸的 又不像奶 真的透明 我不喜欢 你是不是写了一首歌 给儿子 是 錄过出来 錄了 放一个cd 但是给了我律师 放在我的甲盒里面 没有人听过 只有我 我听过 还有我儿子也听不到 等我先死了 真的吗 真的 我会 我会 时不时写一首歌 给儿子摆在一个甲盒 摆在那里 摆在那里 他每一个成长阶段 我都会写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一定要你离开这个世界 才给他听 不知道 只要我一开始就觉得 是应该这样 我可以留下给他 除了 我有的任何的物质 我觉得 这个歌是 让他知道 爸爸对他的 由一个爸爸的角度来 来看这个儿子的寄重缘 还有 这首歌不是给 任何人听 是给我的儿子听 我也希望 他可以用 以后我写的东西 因为我不是写信 我是用音乐来表达 唱出来 我希望他可以 真的 可以用这些东西 分享给他的儿子 那些以后 我会想得 很 很 完美 我希望我是一个很好的爸爸 这个就是浪漫 曹佳 是的 我在这里 要预祝你的 演唱会成功 还有来香港 唱多些歌 给香港的乐迷听 一定会 完成你的心愿 还有希望你的儿子 快高长大 生多几个 有一个好美梅格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我们又是时候送些纪念品给你 阿雪 麻烦 第一份礼物 麻烦 不要精致 猜不猜到是什么 你一摸就知道 哇 这个Hendricks的Jean 你喜欢喝Jean酒 对 对 谢谢 轻尝不要狂喝 你现在也不会 这个合不合喝 对 非常好 谢谢 除此以外还有第二份的礼物 这个是一张的海报 是李小龙的生如死 其实挺特别的 因为李小龙是73年过世的 你79年才出生 你认识他的主要是电影 对吗 是的 电影和之后我自己买他的书 他有写很多philosophy 是的 就是这样的演奏 是的 就是李小龙的哲学 比他的功夫多 其实 但是你存了很多 李小龙的眼镜 我知道 很多 对 还有第三样 这个千万不要再失事了 真的送给我 假的 你猜 送这个表给你 还有的 第四样 哈哈哈哈 哇 那我家里的 新出的 这个 智云饭局的书 里面有很多 名人的专访 可以分享一下他们人生的起跌 得失 希望有些得着 大家都 但是这个 差点东西 差什么 一会儿才帮我签名 哦 我多怕你不叫我签名 多谢你 我现在碰到你的手很害怕 OK的 谢谢 谢谢 曹格说 歌迷给到他的 最重要不是明和利 而是给了他一份自信 一份肯定 存在的价值和意见 今天的社会充满很多批评的声音 不过只要我们细心一看 我总觉得 总有一些人和事 值得我们的赞美 为什么我们不大力去赞赏一些 值得我们赞赏的人和事 为我们的社会 发放多些正能 为我们的社会发放多些正能